大家好,我是安娜喜 今天想通过10个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来分享一下我的牙齿矫正经历 我是天生就有一些爆牙 矫正了三次牙齿,其中两次都失败了 戴过三种不同的牙套,拔了四颗牙 一共戴牙套的时间超过了五年 希望这个视频可以给想要戴牙套的你一些参考或者帮助 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三次牙齿矫正的状况和效果 第一次是戴的传统金属 大概是我11岁的时候戴了不满一年 第二次是17岁左右戴的金属自锁 戴了一年多 第三次就是这一次是从24岁一直戴到27岁 做的是陶瓷自锁,戴了三年六个月 我第一次和第二次矫正都没有拔牙,也没有打鼓钉 第三次矫正拔了下面两颗智齿 我自己本身只有两颗智齿就拔了这两颗 还拔了两颗上面的四号牙 就是虎牙后面的这颗牙拔掉了 还在矫正的期间打了两颗鼓钉 这是我17年左右牙齿原本的状态 爆牙还有牙齦外露还是挺明显的 这是我第三次牙齿矫正之后的情况 我自己对效果还是挺满意的 这是矫正前的测位片 大家可以看一下牙齿的内收情况 第三次矫正的牙齿内收情况我还挺满意的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矫正前后变化大不大 其实我自己觉得变化是挺大的 接下来是时刻大家问的比较多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失败了那么多次 这个真的是血泪史 但是总结下来就是我没有找到好的医院和好的医生 我第一次矫正的时候是11岁的时候 那我是被班里同学叫爆牙妹啊什么的 就想去矫正牙齿 就跟我爸说了 然后我爸也不是很懂 就找了一家 现在看起来应该是不正规的那种黑诊所 没有任何检查 直接就给我戴牙套 戴一段时间之后跟我说 你的牙齿只能矫正成这样子了 就给我拆了 然后也没有保持器 所以第一次就失败了 我第二次矫正的时候已经17岁左右了 当时在网上查了很多资料 就知道要去正规的医院找好的医生才会有效果 所以就跟我爸说我想要再次矫正 但是我爸还是给我找了一个没有营业执照的诊所 然后也是没有任何检查 就看了下我的牙齿 给我戴了牙套 然后矫正一段时间之后又跟我说 你的牙齿只能矫正成这样子了 也没有保持器 现在这样子说起来 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情绪在里面 但是当时这两段失败的牙齿矫正经纪 真的给我打击非常非常的大 戴牙套本身就是一件非常痛 非常辛苦的事情 再加上我的医生技术非常的糟糕 我经常在半夜痛到醒过来 非常随意的骗切我的牙齿 我几乎每次都会因为他们骗切我的牙齿 牙齦流血 他们因为对不好咬 还把我其中一个磨牙的一个尖完全磨平了 当时那个医生也非常没有职业道德 就经常把他女朋友带到诊所 帮我矫正牙齿的同时 跟他女朋友打情骂俏 大概就在我拆完牙套的那个月 那个诊所就因为无照经被封了 那个诊所被封了之后 我才知道原来我又在一个黑诊所做了牙齿矫正 但是我还是又自己找了医生配了保持器 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不配保持器的话 是不是我这一年因为戴牙套做的苦都没有意义了呢 染病卵 这就是我做了两次牙齿矫正 戴了两年保持器之后的样子 第二个问题如何避免矫正失败 我觉得我失败的主要原因就是没有找到好医生 所以我就归纳总结了三步 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找到一个靠谱的医生 第一步多找几位候选的医生 你不要想着我只找一位医生就好了 因为不同的医生会给不同的方案 比如我就遇到过要我拔六颗牙齿的医生 又遇到不用让我拔正常牙 只要拔掉两颗支持就可以的医生 所以我都推荐大家先去见多几位医生 你可以查一下你当地比较好的公立医院 最好是战甲医院 去挂他们的口腔症肌科 然后也可以发现朋友圈问一下 你身边有没有人做过牙齿矫正 然后觉得做的效果比较好的 然后约他的主治医生去面诊 最好可以约三位左右的医生面诊 这样的话你可以有比较多的选择 第二个面诊 一般面诊只需要一个括号飞着好了 你见到医生之后 好好地跟医生沟通一下 这一步你一定要把你的要求 你的疑问 你的担心 全部都说出来 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效果 你可能不想拔牙 医生也会看一下你牙齿的情况 给你一个大概的方向 比如说你的牙周健不健康 可不会进行矫正 有什么样的类型的牙套可以供你选择 你可能需要或者可能不需要拔牙 整个牙齿矫正过程大概要多久 一共大概可能要花多少钱 你也可以让医生给你看一下他之前的案例 如果他之前做过跟你相似的案例一般都会主动给你看的 这一步你能感受到这位医生他愿不愿意跟你沟通 他的矫正经验是不是丰富 他曾经做过的跟你相似的案例 结果你满不满意 如果你觉得以上都OK的话 就进入第三步 拍牙片出方案 这一步就是拍投入测试验片 拍全景片 给你牙齿做一个模型 给你出一个正式的方案 这一步是需要花一笔钱的 我14年在国内做的时候大概是1000人民币 但是我当时因为15年计划可能要出国 所以就只出了方案并没有进行矫正 18年这次我在日本是花了3万日币 大概1800人民币 这一步出的方案会决定你具体要把拿颗牙 要不要打骨钉 矫正时间大概多久 大概会是什么样的效果 如果到这一步你都觉得OK 那就可以正式开始矫正了 可能会保持过的 那我的医生都没有给我做检查 直接就要我戴牙套了怎么办 那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第三问推荐哪一种牙套类型 以及它们的回整频率 那我个人的话是推荐陶瓷自锁 传统金属的话它有一点容易扎嘴 而且每周都要回整一次太麻烦了 金属自锁和陶瓷自锁都是一个月回整一次就可以了 但是陶瓷自锁的话 它基本上看不到上面的金属配件 因为它是补白色的 你笑的时候基本上只能看到一条铁丝在上面 影视美的话我担心自己的自制力不够 配搭不够时间 然后矫正时间会拉得更长 舌策的话我是怕扎嘴 所以综上所述比较推荐陶瓷自锁 第四问矫正费用是多少 可以分期付款吗 第一次矫正是在太久了 我记不得了 然后第二次矫正的时候 是10年左右的金属自锁 大概是8000人民币 14年我在国内的公立医院问的 金属自锁价格大概是12000到1万 一次我在日本做的陶瓷自锁 前前后后大概花了100万日元 按照当时的汇率率大概是6万多人民币 现在牙齿矫正基本上都是可以分期付款的 或者是阶段性付款 像我的话就是分了24期一次给一部分 这个在你面诊的时候 就可以跟你的医生好好确认一下 第五问 整牙期间有出现牙套脸以及法令纹变重吗 整完牙之后人重有变长吗 有出现牙龈萎缩吗 黑三角吗 我第三次矫正的时候 大概半年的时候牙套脸非常非常严重 但是现在矫正完之后我摘了牙套它就会慢慢慢慢恢复一点了 我的法令纹的确是变深了 但是我本身就有笔基底凹陷 我的颧骨天生也比较高 这次矫正跨度实在是太长了 花了三年半 一下子从24岁到2728岁了 我的法令纹还有颧骨膏 也有一部分自然衰老的因素在里面 人重是的确变长了 我刚摘牙套的时候觉得自己像车距 个人的话是没有出现牙龈萎缩和黑三角 第六问 爆牙矫正多久才有效果 这个要看你是牙性还是骨性 如果你主要是牙性的话 基本上几个月就会有效果了 像我就是骨性加牙性就拔了牙 所以我基本上是一年之后才开始慢慢有效果 第七问 年纪大了是不是整个效果就不好了 个人觉得不是的 只要你的牙齿健康 你的牙周情况是健康的 成年矫正跟未成年矫正的主要区别 就是成年矫正会比较慢 我矫正了三次了 就是年纪最大的这次效果最好 所以主要还是要看你自己本身牙齿的情况 还有你的医生技术 第八问 矫正期间要怎么清洁牙齿 要准备什么东西吗 那我个人的话会推荐水牙线 还有电动牙刷 因为我平时是用牙线清理牙缝的嘛 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带了钢丝那种的话 你知道我怎么能穿针引线就非常麻烦 所以水牙线真的是很好的替代 电动牙刷要买那种矫正牙齿也可以用的类型 然后这个正基蜡也要准备一些 这个在你牙套磨嘴的时候用非常好用 然后你也可以准备一些这种齿间刷 它就可以清理你的牙套 第九问 再牙套之后要怎么护理牙齿 再外牙套会没有办法咬硬的东西吗 再外牙套只要正常刷牙 用牙线就可以了 最好可以买一点这种清洁泡灯片 清洁你的保持器 我个人是有用漱口水的习惯 如果你长时间使用漱口水的话 注意不要买含酒精的就可以 我刚矫正完牙齿的时候 大概有两周左右 我牙齿都很容易酸 但是过了两周就好了 现在吃什么都有问题 啃排骨也毫无压力 第十问 保持器要带多久 如果你跟我一样是成年人矫正的话 那基本上就要带一辈子保持器了 不过就是前两年的话 除了吃饭都尽量带着 之后的话晚上睡觉带着就行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啦 如果你有别的想问的问题 也可以在评论告诉我 我看到的话都会尽量回的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有用的话 也不要忘了三连以及关注我哦 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